老師 它其實是很老外的膚色 我就用這個 這是 就是膚色比較健康的女生 你的顏色就要跳強烈一點 就讓自己變成是一種態度 對 是我的咖啡色沒比 沒有 其實它是紫紅色 哪有 就咖啡色 老師 它已經有天生的唇邊 還是要幫它瞄是不是 沒有 它這一支是這種柔霧的唇鼻 有一點紫 我看的有紫色 對 紫紫的 她會不會很有個性 對 好帥 它這個直接是就這樣畫完 還要再加別的東西嗎 看妳想要自己的個性 畫的程度到什麼 好帥 我覺得妳畫了這個口紅以後 妳整個造型要大改 對 衣服要換成頭髮型 再剪一下 對 有耶 擦上去會覺得它變白了 我有毛 真的嗎 有 好神奇 最主要是 妳如果要讓自己在今年 呈現比較時尚的這種 吐色唇的時候 妳所挑選的顏色 最好跟自己的膚色有強烈反差 好白喔 對 然後 好白耶 對 整個黏亮了 然後其實今年 而且看起來不好惹 對 今年妳會看到的很多 黑色口紅 對 那有什麼用 那真的可以用 黑色口紅 有點純粒 如果妳家裡面沒有土色唇 妳不想要多買一支的話 買黑色的嗎 就買黑的去 去黑色 真的假的 對 所有的顏色 妳看喔 我現在放一點點黑色上去 好黑喔 對啊 這是真的黑色 真的假的啦 妳真心黑色 這種粉嫩的顏色 妳看喔 粉粉嫩嫩的 對 好 妳看 如果我先把嘴唇上的一層 黑色的 對 因為我剛才說 所有的土色唇就是加灰 對不對 妳看喔 我再把剛才的這個顏色 拍到我的 黑色 真的耶 怎樣 妳看它就變土色唇了 真的耶 所以妳就看妳壓的層次多少 可以自己調 它就變成不一樣的顏色 但是哪一個色要先 黑色 黑黑薄薄的打底 或者是現在有品牌 它直接就推出了調色 妳看喔 好難喔 它給妳像水彩一樣的顏色 譬如說 我這個紅色 一滴紅 然後我可以調 灰色 灰色 這支是透明 然後這個是黑色 可是那是玩水彩 對 完全黑 然後妳看喔 就這樣子對不對 本來的紅 我就把這兩個顏色調在一起 就變成OA 嘴唇上面的顏色 真的是水彩的感覺 然後這個是霧面的 如果妳想要變成唇蜜感的 就把剛才透明唇蜜調進來 它就會透度比較高 然後變成唇蜜的古色唇 我覺得OA塗這個唇色 整個女人味就不一樣 OA是要選唇蜜還是霧的 它如果要個性化到極致 就是說妳不管男人在想什麼的話 對 就是霧面的 然後呢 好帥喔 帥喔 它會毛丁毛丁 不能惹耶 對 就會覺得不好惹 不好惹 健康膚色的女生 就是要大膽的擦上土色唇膏 不僅顯白 更能展現自我的時尚態度